你 李世青 这张地图你认识吧 你 报警之后 你们手机为什么关机啊 因为我们需要时间 你在车上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们需要时间 所以不希望被打扰 两件事情不太冲突吧 你需要时间干什么 我们需要时间去梳理 一件线索 因为整件事情太复杂了 我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这 这 我怎么描述呢 就 它像是一种就是 超自然的现象 您 您看小说嘛 就是那种无限流 告诉我为什么会画这个地形图 这上面的时间 还有数字都代表着什么 对 对 今天下午一点四十二分 就在你们两个下车后三分钟左右 你们乘坐的第四十五路公交车 在十字路口跟一辆油罐车相撞 当时车辆均无人生还 而此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你都在上面标注出来了 为什么 巧合吗 这次事故 这次事故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 江警官 我发誓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我先声明一下 我现在头脑非常地清醒 而且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但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话 不太像是一个清醒的人会说出来的 而且好像没有办法证实他们的真实性 但还是请您务必相信我说的就是事实 就是真实的 相不相信你是我们的事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的调查 实话实说 需要我再重复医院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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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那我说了 我们 我们 进入了循环 什么意思 我们会反反复复地过这一整天 李世青到现在差不多有十次 我是五次 之前我们也经历过爆炸 但爆炸之后我们会复活 会重新回到这个公交车上 我们之前会觉得爆炸的原因 是因为发生了车祸 就跟这次一样 但后来发现 即便是我们躲过了车祸 我还是会发生爆炸 所以我们判定 公交车上有砂弹 消费人 外面死了那么多人 我没有工夫在这儿 跟你浪费时间 我没有浪费时间 我们真的进入了循环 那是血淋淋的人命 几十条人命 你再玩儿想想吧 这人干什么呢 这是干什么的 设计游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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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准备邀紧 特决 现在到底怎么办 老张还是太惯着你了 他一直在那儿跟我说循环 都就我弄不着急 李世晴 我反复听了很多遍你的报警电话 能听出来你的口吻非常急切 希望警方能够及时排报 也希望爆炸不要发生 我能感觉到 你有很重的心理负担 告诉我 你担心什么 我们在清水公园找到你的时候 我看到 你非常地紧张 为什么 张警官 我能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你说 你们接到我报警电话之后 有没有当真 马上出警了没有 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出警 但是对我们来说时间太短 你怎么知道我姓张 在清水公园见到你们的时候 只有小江向你们出示了警官证 从始至终 我没有向你做过自我介绍 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张呢 你喂 你的事 来 坐下 那什么我能不能出去 透口气什么的 我这 这太闷了 可以啊 但得实话实说 我说的就是实话 要不这样 您带着这个 循环的思维 去看一下我那个地图 呃 我醒来的时间 还有爆炸 又给我瞅循环 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我为什么要报警啊 这说不通啊 这 行 那你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知道 车上有炸弹的 我们就是在 别跟我说循环 李世晴 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张啊 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张啊 你连自己说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有一次在医院 不用起了 不用起了 你就是李世晴 我是市局 刑侦支队副队长 我叫张成